如果电子商务的话 您刚才说我们说的信息系统 物流系统 财务系统 这三个系统 你全单的所有服务的话 你把这个弄成百分之百 它们每一个重要性是什么呀 你说物流是70% 我说物流是应付体验的70% 对 就是应付体验 因为应付体验它是一个大的概念 实际上我们整个一个到三里 核心都是应付体验的 最后我得到这个结果 如果最后我得不到这个结果 一会儿都白费了 对 所以说从这个 如果从应付体验的角度 应付感受它是你的物流系统 什么你的信息系统多么庞大 你怎么控制什么司机 它不知道财务也是你背后的 对呀 你的现金在头赚了多少钱 是这个角度讲的 对 所以说你要是从公司这种 核心的竞争体系来讲三者了 老实说我觉得很难分得出来 实际上是一个系统 相当于是你的基础设施 就是你的这个大厦的这样一个底座 挖的有多深 就像一座城市一样 是吧 你城市道路合不合理 决定你的将来会不会堵持 对 你的下日道走得好不好 会决定你的暴雨 会不会水沿城市 这就是京东的基础设施 有了三个基础设施 才能说让民众生活的幸福 让老百姓活得好 才存在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 前面产品是不是足够丰富 价格是不是低 服务是不是好 那实际上非常浅层 这是客户能感受的 客户只关心这三个要素 所以这就是地上部分 后面你的团内 你的什么系统 你的什么成本高不高 什么效率高不高 客户既不关心也感受不到 他也没必要关心 他只关于你产品价格 服务这三者 而这三者 你不能孤立地看见三者 如果你孤立地做这三者 很容易做到 短时间内做到 很容易短时间做到 但是你不能持续 而我们要强调地 把后面底下几层 一层一层做好之后 再来达到最后一层 才能持续下去 在刚开始 您进入京东的这样一个 线上的所谓电子商务的时候 您没觉得有这么需要 庞大的工程要做吧 没有觉得 当进入的任何新的行业 包括创业者 是吧 像当初98年 我骑车去中光森 都是因为无知无畏 你才会进入这个领域 你要现在 你可能就不进入了 你要先知先求的话 你不可能进入的 除非这行业 说真的是你垄断的 是吧 你能知道进来 一定赚多少钱 像我们这种 充分进入行业的话 你要先知先求的话 你根本不敢进去 任何行业你要先知 都不敢进去 往上进入都是 无知无畏才进去 蒙进来的 所以为什么开始 最速找我谈 问我需要多少钱 当时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这就需要200万 他说上市之前 就需要200万美金 我说上市200万美金足够了 因为我见他之前 我盈利的每天赚钱 只是我们需要增长速度更快 需要更多的品类 需要也先进入进来 补充我们先进入 能够更多的品类 我没想到亏损 也没想到投资 什么物流 更没想到需要这么复杂 庞大一个新系统 是在哪个时候 哪个节点上 您明白说 必须这么深挖 一个大的基础 到07年的时候 那并不是很久之前 对 大概开始投资了 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都意识到了 因为我们00年底 拿到钱 开始拿到开始的 过签贷款 我们就开始来建了市场部 扩充品类 然后就开始做 很快我们就发现 就这些东西都很容易 扩充品类很容易 大家格上也很容易 让口碑好也很容易 但是发现这些东西 都不对劲 我们飞来飞去之后 才发现 就是开始 慢慢这套体育就开始形成 但是每个体育 你不管物流也好 信息系统也好 还有财务提供 每个体育达到几点 都要花很多很多钱 都不是两百元美金 能做到的 越走越深 实际 水越躺越深 因为你一进身中的时候 特别是你每天看 客户投诉的话 你天天看 你连续看了七年之后的话 那么你这些用品体验 你就特别特别 就是最为急迫 最为直接的 最为强烈冲击的一种感觉 这样就会促使着 我在外面改运发钱 实际投钱 也有这种信念 因为实际上一个用户 他说我买了一个东西 我首先说你得快点给我送到 对 是吧 这个快不就是不留吗 首先你要让他先一点东西 真的 第二你要先一点 价格便宜 别跟我送错了 送一趟还错了 对对对 不错你的信息系统 价格要便宜 还要快点送到 对 这都是你的那个三大系统那边需要做的事情 而且如果不打造的话 你就外包的话 做不到 绝对做到 到今天为止 你外包都做不到 你靠别人的信心来管理这么次大业务 没有一个世界上 SAP什么Oracle都没写 我们让SAPOracle 副总裁 全球分裂到我们 把我们右门 自己都说不可能 他只能做到其中一部分 根本完成不了 我们现在京东信心 能完成所有的工作 如果你靠外包 给别人的仓库配送 更没写 那天天投诉 那京东永远不可能超过一百亿 因为你到三四十亿的时候 硬户都会对你彻底丧生信心 你的口碑会非常非常糟糕 没人敢来买了你 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个成本和效率是 就是检验你这三个系统 是不是有效 那这个现在我们谈 冰山上的部分 冰山上首先是说产品 我要在京东上买什么 我先用鼠标点 我找一个东西 我没有 体验很不好 因为库克都是由 像这样的一个个的人组成的 但是十个人都没有 或者十个人八个人没有 他这个就不来了 你没有 人家有 对吧 那您这个产品的选择 是怎么来做的呢 老师说 这每天都会发生 每天都会出现客户 想来买到没有货的情况 这也是目前 就是客户普遍不满的 很重要一个因素 但这块来解决起来 老师说 它不是一个物流体系 能解决到 它就需要共生层次的东西 这呢 有很多人做到之后 就开始真的 你一个企业就脱离不了 整个社会大的环境 首先你要求共网上 要有非常发达的一个信息系统 国外都有 阿玛的 所有的共网上跟阿玛的信息系统 都对接的 但到今天为止 跟京东上能对接的 这个企业并不是很多 第二 它很好的理念 它 为什么 它有这个产品不就有 行了吗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很多 这个企业呢 都有这新系统 比如说一两天 我们很多企业 没有这个完美的信息系统 说这个笔记本 你有多少台 你等着 我都不想查查 过了半个月 我没有三百台 行 你给他下一个三百台订单 又过了半个月 跟他打电话 对不起 我不知道 这三百台 其中一百台 已经被同事 昨天就定了谁了 只是没发作而已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到底有多少裤子 能够满足我们 所以这共链 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 能把整个链 做得多么优秀 然后企业企业呢 比如大企业有了 但是他这个领导人 这个理念呢 他需要很长时间转变 他一开放新系统 害怕 哇 我现在开放新系统 你对我每个产品 多少裤子 你都知道了 这核心的东西 我怎么给你呢 所以企业企业 他虽然有这个 很完美的新系统 他不敢开放 国外来讲的话 任何两家公司合作 特别是商业的 留守公司企业合作 新系统都对接 这是 想的并想的 这理所应当的 新系统都不对接的话 怎么能合作呢 国内呢 很多企业 他没有这个理念 他就对接了 你精通知道 我哪个国王 哪个产品都我获了 这很可怕的 他有很多担忧 那现在这样的比例有多少 我们有个全国现货率 还有个叫现货满足率 我们全国现货率 大概是78%到82%之间 也就是说 我们每100个 列出来产品 有78%到80%产品 是有现货的 而且全国各个国王 都能满足的 我们要给现货满足率 我们现在满足 大概只能满足97% 也就意味着 每100客户 还有三客户 满足不了的 这块如果把这百分之下做了 必须要依赖一些新系统对接 没有新系统 因为我们想管理几千个网商 全靠人工去核 你有多少货的话 它总是有个时间差 这样的话 让你的配送系统又不行了 一旦一送货的时候又没有了 这个配送的没关系 这跟接订单那一刻就有关系了 可能货物订单提交不了 你的库房里就没有那个东西 对 你不是四天 比如四天要送好 有四天就送不到了 对 我们有一部分的订单 就是新系统 不一定你提交订单了 因为我们 你提交订单的时候 我们新系统 知道他全国实际库房 做的会怎么办 对 你提交订单的时候 很简单你感受不到 实际上我们几秒阵的新系统做了非常庞大的计算 这产品原本允议预定 不允议订单 又不能满足订单 我们直接就下面有一项提示 红字提示 不给你提交订单了 告诉你我们库存不足 无法满足你的订单需求 如果你在全国 比如说那些仓储 有十个仓储 你整个搜索一番的话 你中间如果哪个 广州有 北京没有 你难道把广州都运到北京来吗 很复杂 有些产品允许 有些产品不允许 你比如说书本 手机 我们是全国发货的 一网有货 全国都可以发货 但也有些东西不允许 你比如说大家电 冰箱 就不允许从北京运到广州 广州再运给别人 这么一天 这个物流配送成本的话 就已经超过你的率了 你永远亏损 你永远赚不 你永远赚钱 所以我们新系统 会根据产品的体积和正量 会自动作为判断 哪也允许你 一地够 哪也不允许你一地够 哪也可以预定 我们永远产品 虽然国王一国没有 你依然可以下定单 因为这产品的 各网上告诉我们 是太有限货的 可以预定的 但这里面也会出现问题 虽然也会有客户 订单提交了 甚至付了款了 发现我们客户给打量了 对不起先生 你这货没有 可能需要取消定单 我们把款退给你 也会有客户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呢 各网上说有 没问题 我们有大量限货 一生之内都有货 行 我们把产品设定的时间 在多少日之前 这产品预计预定 实际上是没有 对 等到客户定单下了 我们向货商下 采货单的时候 货商对不起 哎呀 货 都发了哪哪哪去 我们没有了 那我没有反过来 再只能给客户打电话 也只能告诉客户 我们说没有 没有 你从一个仓出点 到另外一个仓出点 那个货的是靠什么 真的我们是有 火车和公路 两层的运输 比如说一本书呢 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 对 每天我们 这个六十二个货王之间 都会有一个 复杂的一个 点点的运输 但这量不大 我们过去量比较大 现在量很小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 减掉这份成本 那就靠你本身 这个点的货 本身就能满足 那个用户的需求 靠这个货商 这个多地化 我们一个上游化 一个叫多样化 还有一个多地化 上游化呢 就是进口那货 跟厂商采购 不要找到代理商 对 就是当中的 供货环境要少 它能越来保证 我们产品品质 然后多地化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唐安一个产品 北京有供货商 上海有供货商 每个地方都有供货商 这样我就不需要 从北京货 运到上海去 减少这个干线 有供货商 多样化呢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产品 在每个地方 只要有两个供货商 如果这个供货商 没货了 可能找那供货商 同时因为供货商 他们之间也会有竞争 因为都知道 这个产品不是我独家货的 所以每次他会 把一个贼的价格给我们 促把我们采货 拿到最好的价格